各位貴賓還有各位語談者 還有各位來賓大家好 非常開心今天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有關這個近零的一個最新趨勢 這也是最近大家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我是天下雜誌 我們有一個叫做CSR at天下的一個頻道 我們是專門在報導跟企業社會責任 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 那今年的COP26我們有一位同仁也前往英國去實地採訪 那也帶回了一些我們覺得非常珍貴的第一手的這個訊息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剛結束的這個COP26大家都看到非常重要的三個趨勢 第一個就是確定就是大家要挑戰這個 應該說盡力要達成這個1.5度吸升溫的這個目標 那還有一個是跟我們接下來這個場次 非常相關的這個議題就是脫煤 那這是第一次就是把這個從煤電廠還有煤炭的投資 就是離開我們國家還有產業標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決議 那這個決議會對接下來的產業轉型 還有氣候變遷法相關的因應帶來非常大的一個刺激跟衝擊 那所以今天主辦單位非常用心的安排了三位主談人來跟大家分享國內的相關的政策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就是再把這個時間交換給我們事宜 那請三位這個分享者來跟我們分享最新的一個狀況 謝謝 謝謝黃總編輯 接下來我們邀請第一位羽潭貴賓金管會證券期貨局張正山局長上臺為我們羽潭 讓我們掌聲歡迎張局長 黃總編 還有我們李會計師 還有Martin 還有各位議會的先進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有這個機會聚在這邊 外面非常的寒冷 但是這裡面應該是很熱才對 那我們當然我今天的主題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目前我們對這種臨近臨轉型的世界裡頭 我們整個對產業有什麼樣的契機跟機會 那也是我們盡管會目前主要首推的工作之一 因為裡頭有一個ESG 那其實代表著整個我們的環境 社會跟公司治理的話題 在我們去年8月的時候 我們就有發布一些例如綠色金融2.0 還有公司治理3.0 就是永續發展 所以它的題目其實定位得很清楚 就要談永續這個話題 所以我想我今天大概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整個金管會對這種探的問題 或者永續的話題 做了一些琢磨的地方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跟介紹 那當然這一頁你看到的是整個環境的風險 ESG的第一個之一 環境氣候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來講 整個會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工作之一 那我們有看到的這個世界經濟論壇裡頭 所定義出來的目前來講 大概全球在去年的時候就發生過五大的風險 風險類別的事項 那你會看到在這個右手邊這個圖裡面有一個圈圈 大概就是你現在左手邊看到的這九項 那這幾項其實就是等同告訴大家 全球目前用把那四項分配毒做出來之後 發現最嚴重的就是這九項 例如極端的氣候 還有氣候行動 天然災害 還有生物多樣化 人為 大概排序起來認為這五個一定要想辦法去處理它 那剛才當然主持人有特別提到 我們前幾天在英國所舉辦的這個所謂的 C-Cup 26 那我們金管會也參與在英國的地方有一個飯店裡面 有所謂的台灣Day主持這樣的節目 那跟各位介紹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跟成果 當然在這個地方也跟了很多人的接觸 所以也讓我們知道說這個話題全球都在重視 那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能替這個社會替這個地球做什麼樣的貢獻 我們現在看來這個話題其實要告訴大家說我們整個 金管會在永續策略大概有兩個方向是我們的主軸 那第一個就是ESG的資金額要揭露出來 當生產事業把環境氣候的問題揭露出來之後 那金融事業就可以對投資的標的 所以受信也好 融資也好 就適當的規劃 所以其實話題很簡單 就是我們所琢磨的 一個就是資金的揭露 那另外一個就是投融資的投資問題 來發展我們整個台灣未來一個永續發展的策略 當然這個策略其實將來會衍生很多的類似商品 會不斷在我們市場上出現 比方說永續的指數等等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因為我們的剛才所提到的去年的這個所謂的 八月份的公司治理 永續發展南土裡頭 其實就很多的項目跟商品跟氣候有關的商品在發展 那當然是過一年的 我們這個大概通常是兩年到三年 通常我們藍土的指定大概就是三年 因為我們去年年底有一個所謂的資本市場藍土 那更大 那裡面的項目多達82項 那這82項裡面就有更多更明確的指標 告訴整個市場的參與者 讓大家知道說未來三年 我們在資本市場上的走向是什麼 然後那些項目是什麼 直接寫在藍土讓大家來參考 做準備 對 那這一項是我們所看到的 所謂的公司治理3.0的永續發展 當然它有五個面向 但最重要的就是 第二個面向在你們右手邊所看到的 就是強化ESG的資訊揭露把框起來 那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 那不管怎麼樣 我不管是商品 或者我一些市場的監理措施 最後就是要透過市場的一個資訊揭露方式 讓外界來了解我市場將來的作為是如何 如何來落實這種所謂的永續的經營目標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邊大概講的就是我們對 ESG的資訊揭露裡面的幾個重要的面向 這邊所看到的大概就是說 我在3.0的公司治理裡頭的藍土裡頭 特別強調的就是我要對CSR報告 未來年度我們要稱為永續報告 對這種CSR的報告書裡面 我將來讓它適用的對象更多 比方說我們現在只有強制食品 還有餐飲業50%以上的企業 你主要如果是從事餐飲業 那你要做CSR報告的內容 會做要求 但是後來我們就增加納入了所謂的化工 跟金融保險業 以及如果你資本額一定以上的話 你要做什麼 做第三方認證 因為認證是要成本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審慎的 當有必要讓企業了解說 你的CSR報告書不是行交廣告用的 而是真的告訴人家你整個企業 怎麼樣去落實這種永續的話題 所以要去取得第三方認證 來驗證你所揭露的內容的可信度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今天有提到的很重要一個話題 就是TCFD 我們有一個年報編制準則年報 就是你開股東會的時候要提出來的 換句話說你到明年六月的時候 你就會用到這個資訊 而且在你的年報裡面要去揭露 告訴人家你對於氣候 對於這種所謂的溫室氣體的話題 你的財務揭露的資訊狀況是如何 讓外界知道 不只投資人需要知道 這些金融機構他也想知道 當他對你的受信或融資 他也要掌握這些狀況 到底你的公司在這種所謂的 比方說剛剛講的溫室氣體的排放狀況是如何 讓大家取得這個資訊 那第三個就是擴大試用範圍 剛才所講的食品 化工 金融保險 還有我們目前來講是 你的失收資本額超過50億以上的公司 50億 那但是我們下一階段大概2023年 2023年開始就變成資本額 20億以上的上市會公司 你就要去撰寫你的社會責任報告書 讓大家了解 你對這個公司在整個我們的社會裡頭 在我們的市場裡頭 你如何定位落實永續的話題 每一家公司的角度都不一樣 每一家公司要定位的地方也都不一樣 不管你是一個建設公司也好 你是一個實體的生產化工也好 那你要定位你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可能每一家公司的負責人要去仔細思考 到底我們對這個永續話題 我們應該琢磨在哪一個地方 不是過往我們所聽到的 我可能花個100萬 找一位會計師幫我寫個報告 這個的話就會造成大家對很多的認知會有誤差 因為會計師究竟不是最高的管理當局 所以你公司怎麼樣定位 你勢必要讓大家充分了解 你是公司負責人 那你怎麼樣讓公司的社會責任落實在哪一個角度出發點 這個是我想在哪一年我們就會看得到了 那接下來可能要講的就是TCFD 那TCFD我想這些內容我就不再多深處的跟大家做介紹 因為它整個是我們讓大家了解說 比方說如果氣溫升回2度的話 那你的公司到底有怎麼樣的成本 比方說電費你會發多少 那你的減碳產品 你的這些服務的項目營收會不會受到衝擊 這些東西有一點是比較偏直化的概念 直化的概念 等一下後面有一個SARS比 那這個部分就完全偏量化的概念 所以這個部分必須讓企業了解說 當一個TCFD成立這種工作小組之後 如果我們明年6月的時候 要真正導入的時候 那你企業怎麼準備 所以今年的半年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會在今年12月所發布的年報之後 後續會持續發布所謂的指引 因為很多企業可能不見得知道怎麼表達 或者怎麼樣去找這些資料 我們後面又有一系列的指引的這種範例 讓企業來參考 而且同時我想在明年初開始 會在北中南有一系列的系列 如果辯別當氣候在變遷的時候 那你對公司有沒有影響 你至少要評估它 那之後呢 第二個講的當然是 講的是一個策略 其實它就是這種情境的概念 我們的法規會要求你 你要怎麼營營 如同發生天災的 那你如何去做營營這個措施 你必須要自己要想清楚 我將來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營營 那第三個講的是風險管理 當然是一種評估 這些所謂的氣候變遷的衝擊 對你公司的營運 或財務有怎麼樣的影響 你當然要知道 去模擬了解 大概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最後一個當然是指標 那指標不外的 你怎麼樣去設定 你的減量排碳 或者你乾脆做一個轉型等等 這個都是你需要 將來要面臨的話題 那這個話題講的是 莎士比剛所講的 我們有這麼多的產業 有11個產業 有77個所謂的行業 那這些產業行業 不管你是哪一個行業 你一定會有一些 它有26個問題 要你去評論 所以這26個問題 也不是在我們的 左手邊的最下面這邊有告訴你 我們的了解 大概一個企業 大概碰到2到9個話題 你要回應 比方說你是半導體 我想下一個月 我就會談半導體的話題 那你可能有哪些事項 你要做注意 這個舉例 每一個企業都要了解 你的產業 所面臨的風險位置在哪裡 哪些事項 是你的關鍵因素 所以我剛才特別提到 莎士比 它其實就如同 我怎麼樣把他這些量化的信息 對外提供 讓我們對所有上市規公司 同業 當然講的同業 之間可以做比較性 否則是各講各的 各講各的調 我們沒辦法做市長的 一致性的比較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一頁裡頭 在這一頁裡頭的 左手邊這邊有一系列 大概有9個話題 就是我以半導體的頁來看 它就有這幾個話題 你要去注意的 所以26個問題 不會全部都適用 大家一定要先前的認知 就是說它可能是 不管你是什麼行業 我們算過 大概在2到9個 不會跨過兩位數 所以你要對你的話題裡頭 你哪些問題 你可能要去 開始去收集或準備工作 因為這些數據 將來要提供的話 也不是順手可以取得 你要對公司企業的狀況 有深度的掌握 那這9個話題 我就不再一一陳述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在1月11的這個話題裡頭 大概目前我們所固定出來 一個就是TCMD 一個是SUSB 就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TCMD比較偏向 值的性質的資訊 但是SUSB就比較偏量化的資訊 那這個東西 都要提早做一些準備工作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我們現在目前的資金街頭 大概只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年報 另外一個就是CSR報告書 那剛才CS報告書 我有講過了 50億以上的 或者是食品 金融 化工 是要去強制 要被編制 甚至認證 那左索邊這個年報 那就是所有的上市櫃公司 新櫃公開發行公司 你都要適用 所以這個年報的部分 將來裡頭有一些資訊 是要公司去揭露 我們看最下面 在左索邊最下面 環境 你碳的排放量 你的用水量是多少 你的廢氣物質狀況是怎麼樣 你到時候要揭露出來 然後在社會上 譬如說植栽的狀況 數據是多少 然後你性質顏的狀況 還有高階主管的占比等等 這些資訊將來在年報裡面 你就必須做一個揭露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年報的編制裡頭 我剛才有特別提到 大概12月我們的法規 大概就定案了 預告完成之後 後面會有一系列的指引 來告訴你 這幾個話題 你怎麼樣做揭露 我想這個等同 要大家稍微再等待一下 也許十月底或者是一月份 在對外宣導會上 就會來說明這些內容的編制護表 你怎麼樣去做填報 或者怎麼樣去處理 最後我們看到第五個話題 是一個比較新的 這個話題是講的說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不管是TCFDA也好 SARSB也好 現在在未來 在我們的國際會計準則 監督委員會裡頭 會有兩個系列 一個就是我們左手邊看到的ISB 就是我們過去所講的會計IFFS 那另外右手邊講的是ISSB 他也要比照會計的概念 去定一些準則公報 讓大家做一致性的處理 那將來永續的ISB的永續準則 會在圍著這四個面向 讓我們大家了解說 我對這氣候相關資訊的揭露議題 他怎麼處理 讓投資人也好或企業也好 有一個充分的時間做準備工作 但是你看他 右下方就是TCFDA跟SARSB 他希望把它整合成公報式的方式 那初期他會先做財務資訊 跟永續相關的財務資訊 至於非財務資訊 他會等到第二階段 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 他的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的工作出現 那將來的永續準則架構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左手右手邊這四個面向 這大家應該很熟了吧 前面剛剛的TCFDA就這四個面向 我想這個是透過ISB的話 將來替全世界做一個一致性的準則 供大家來使用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那四個面向將來在公報中 在準則的 永續準則的架構裡面 怎麼樣去產製出來 實際的關係 我大概很簡要的跟大家說明 我想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ESG是企業的DNA很重要的 所以用地球的永續 是要我們大家一起 去手來努力 感謝 謝謝 謝謝張局長 現在有請資程永續發展服務公司 李華董事長上臺 為我們進行語談 謝謝 讓我們掌聲歡迎李董事長 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老師 以及周永總編輯 我們張局長 以及我們共同語談人Martin 還有在座的各位先進 各位永續好夥伴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資程的一話 那今天要跟大家報告 跟分享的主題呢 是這個近零挑戰 政策如何引導產業的轉型契機 等一下我們在這個內容裡面 我會再多做說明 但是從這個標題裡面 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接下來一話想要分享的是 各個國家有各個不同的政策 這些政策 其實它就會導引 國家的資金或者是國際資金 來support這樣子的一些產業 跟政策的發展 那這些呢也會讓我們整個 國際的經濟體跟各個國家的經濟體 以及我們的金融市場 會有重分配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首先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全球各個國家 他們宣示他們未來要做到 淨零排放的status 在COP26之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的這些數字 是有所變動跟不同的 比如說呢到這個11月23號為止 已經規劃或者是已經入法 要把淨零排放變成是他們國家的 這個政策目標的這個國家 它cover的全球的碳排放有88% 那cover全球的GDP有90% cover全球的人口有85% 那在這個全球營收前2000大的公司裡面呢 有663家的公司 他們也已經承諾他們要做到淨零排放 那這個數字呢持續增加 比如說我在11月29號看 這個數字已經變成681家了 所以可以想見全球的企業 在一整個全球的淨零排放的浪潮之下 其實他們有越來越多的承諾 有承諾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看各個企業 他們採取些什麼樣的行動 那國家跟企業要達到淨零排放 這是大家的共識 可是它容不容易呢 其實它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在這裡分享 我們PWC資產在2021年所發布的 全球淨零排放經濟指數的調查呢 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2020年在整個疫情的侵襲之下 我們全球的脫炭率是2.5% 可是呢如果我們要達到這個 本世紀末升溫不超過1.5度C 然後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的話 我們每一年的脫炭率 也就是我們的減炭率 大概要到12.9% 所以差距有5倍之多 表示我們要做到淨零排放 其實還有非常大的努力 我們要來投入 那不管它有多困難 這是我們寂靜的目標 所以各個國家的政策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有 更積極的一些方向 希望能夠導引國家 以及國家裡面的企業 邁向淨零排放 那我們從國家政策來看 就有前面所分享到的這個 國家Net Zero的這種政策目標 那搭配著每一個國家 它要達到Net Zero 那不同國家它就有不同的產業政策 比如說剛才我們一剛開始 我們的主持人有提到 要把這個燃煤的發電 盡量盡量的降低 希望有一天 是這個燃煤發電是最低的程度 或者是沒有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每一個國家 它的產業政策不一樣 那再來呢 這一些淨零的政策 也影響到國際貿易 這個相對應的政策 就比如像是歐盟的這個 碳邊境調整機制 那這些都是國家 在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之下 他們所定出來的一些政策 那這些政策呢 就會影響產業的發展 產業會往哪邊靠攏呢 它就會往除碳 或者是複碳科技的開發 會往更多的再生能源 或者是清潔能源的使用 以及開發 那在這個佔了全球碳排 很大比例的運輸跟建築 也都有不斷推陳出新的法規 要求這一些運輸 是要做低碳運輸 運具要低碳運具 或者是建築物必須要去低碳的建築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 這個每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 那政策變動產業板塊重整 金融的市場 當然它就會跟著變動 因為政策之所在 就是資金之所在 資金之所在 自然就會有一些金融市場 它必須除了要挹注資金 來協助這些產業 達成他們自己的目標 以及國家政策以外呢 有這樣的這個金融商品的投入 比如說投資人 針對這一些產業來做投資 或者是來做放款 那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低碳的產業的發展 投資人的投資效益也能夠顯現 所以是一方面引導產業 往這個低碳的這個境界來發展 一方面 投資人也能夠獲取相對應的報酬 所以整個金融市場 它也會跟著變動 那我們接下來再用一些 就是案例的分享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為什麼政策 以及政策 怎麼樣去影響 我們的產業的版圖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在這張圖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同的國家 它有不同的關閉燃煤電廠的 這個時間政策 那它有停止販售燃油車的 時間的政策 那關閉燃煤電廠 大家的電要從哪裡來呢 可能就會必須要從再生能源 或者是清潔能源 再生能源可能大家聽得比較多 像是風能跟太陽能 那這個在過去這一年來 以及在這次COP26 也有更多明確的討論到 比如說清能 它可能也會是未來 我們在這個低碳 或者是零碳能源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如果呢 不能夠再賣燃油汽車 那如果還是需要車輛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是一個 電動車的產業的機會 而且這個車子它不是只有 最後賣車的 比如說福斯特尤塔等等 一整個電動車它的產業 比如說這個充電的機裝 比如說我們上面講到的 再生能源的這個布電 布線等等的 這些都是一整個 產業價值鏈它的這個機會 所以氣候變遷 跟我們前面講到的很多的政策 不是只有增加企業的成本而已 它也帶給企業額外的營收 額外的獲利的機會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面講的禁止 販售燃油汽車的政策之下 各個汽車大廠它就有相對應的動作 我們舉例來說像 Volkswagen它就有宣布 在2030年 它們的電動車的銷售 在歐盟希望這個新車的 這個電動車比例有70% 那在美國跟中國新車裡面 電動車的比例可以達到50% 那要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承諾跟目標 這些車廠它們就必須要有相對應的 這個研發支出以及資本支出 所以這樣就會引導前面剛才講的 產業的發展以及金融市場 我們在投資的標的以及我們放款的標的 就會跟隨著這些產業它的資金需求 而有所變動 那另外一個要分享的是 比如說我們在前面有提到說 另外一種新的能源氫能 其實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這個關注 那這個也是我們PWC 在2021年所發布的調查 在看未來氫能的需求到底會有多大的空間 那當然我們要維持升溫的努力 如果越強的話 那我們清潔能源的需求越高 那我們對氫的這個特別是濾氫的這個需求 就會更高 那當然有多高150到600百萬公噸之間 那它就會依各個特定行業活動的發展 或者是我們其他的這個低碳科技的開發的程度 就會有所不同 那有這樣一個大趨勢下 我們也看到國家不同的國家 他們有些已經對於長期的 氫能發展策略定出了一個具體目標 那一些大型的國際企業 他們也開始去佈局氫能 比如說日本跟澳洲 這個日本它就有講到 我們以這個第三項為例 他有講到2050年希望他們的這個加油站 全部都變成加清站 那也看到澳洲呢 他希望2030年之前成為全球氫能產業的領導者 雖然他可能還是會有持續的這個燃煤的發電 跟持續的燃煤輸出 但是他希望成為全球氫能的產業領導者 那剛才講到的大型的企業 像是韓國的現代汽車或者是德國的西門子 他們也對如何去做氫能相關的產品 或者是自己使用氫能 他們也現在已經在做投資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契機 那我們前面剛才講到不管是政策的改變 或者是這個政策改變對企業可能造成的額外的成本 像是剛才講的研發支出或者是資本支出 或者是企業他站在對的產業發展道路上面 比如說他就是電動車相關產業 他的營收可能就會跟著改變 那或者是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嚴 台灣以後可能有一些企業要繳碳費 有一些企業要繳歐盟的碳邊境稅 那這一些其實都代表著整個氣候變遷之下 各個國家不同的政策對企業的營運未來的財務 是有重大的影響的 不管這個影響是正向或者是負向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電動汽車的產業鏈的收入 可能就會變大 那相對應的他們的研發支出可能就會增加 那這個如果我們控制升溫控制的不好 極端氣候越來越多 很多企業他的廠房設備可能就會因為暴雨 或者是這個煙水 颶風或者是煙水暴雨 所造成的他的廠房設備的回損 他會有資產的減損 那而且呢我們也看到剛才我們張局長 也有介紹到金融業其實在整個這個氣候變遷 低碳轉型它是擔負著非常重要的責任 那如果我們減碳做得好的 我們逐年有降低我們的碳排放量 那這樣金融業對我們的放款的利息成本可能就會降低 那像這樣也是會對企業的財務的表現造成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影響的 所以這些呢都是代表著PCFD Test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他所希望企業能夠去評估的去掌握的風險跟機會 帶給他的財務的正向或者是負向的影響 那這也是我們認為TCFD 如同剛才張局長所講到的 我們國家政策和未來會持續的這個希望企業 要求企業要依照TCFD這個國際標準 來揭露企業在這個氣候變遷因應上面的風險跟機會的財務影響 那國際的趨勢也是一樣 因為呢在整個全球碳定價以及碳貿易興起的狀況之下 TCFD它是一個完整的架構 讓企業去收納它要因應這樣的趨勢 它必須要了解自己的這個溫室氣體的排放的狀況 了解它自己產品的碳的碳足跡的狀況 然後訂定相對應的減碳的目標 不管是生產盈域減碳 或者是它的產品碳足跡要去減碳 訂出這些目標要達成這些目標 它都必須要有公司的一整個top down 從董事會董事長總經理來給予訂定未來的策略 然後呢再來看這個目標有沒有主向的達成 然後有沒有跟公司的風險管理去做整合 以及這些指標跟目標逐年變動跟達成的狀況 這需要TCFD一整個來做企業的收納 以及為企業的管理階層 能夠更評估未來企業的這個財務的衝擊 訂定相對應的策略 也因此我們看到各個國家對於TCFD揭露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遺餘力的要求企業 不管是一般的產業或者是金融業 大家都要去做TCFD aligned揭露 像是紐西蘭它是全球第一個國家 它公布大家要TCFD aligned來做揭露的 它也針對2023年開始 所有的大型金融機構的銀行 然後資產管理公司保險業者 都必須要做這個TCFD aligned揭露 歐盟、英國、巴西等等這些國家 也都有相對應的規定 那在我們這個亞洲 像是香港、日本、新加坡 這個也都有TCFD揭露的要求 那台灣當然我們剛才 張局長已經說過了 這邊就不再說明 那這邊我們就是再進一步的 跟大家分析分享到 像英國針對不同的企業 以及不同的金融業的類別 以及它自己的這個主權 或者是國家的退休養老基金 它也都訂出TCFD揭露的時間表了 所以回到最後這張總結 這個TCFD它是一個匯整的架構 所以如果我們每一個企業 包括金融業跟一般產業 都能夠把氣候變遷 對企業的財務的影響的風險 跟機會分析出來 財務影響的資訊揭露出來 那這樣在金融業 它才有完整透明的資訊 來做出它的投資決策 做出它的放款決策 資金才能夠這個源源不斷的 引注到這些產業 那也才能夠搭配產業 一起達成我們這個 淨零碳的這個最後的目標 跟這個我們的願景 所以TCFD是達成淨零金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這邊就是一話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李董事長 接下來有請350台灣Martin協調員上台為我們進行語談 讓我們掌聲歡迎Martin 好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我們組織這邊針對於氣候跟金融相對應的一些關係 還有剛剛兩位常常提到的 不管是從ESG角度或者是TCFD這樣來做切入 那想說一開始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組織到底在做什麼跟組織本身的意涵 背後到底在發展什麼樣的訊息跟想要達成什麼樣的理念 那簡單來說350這個數字這個組織 其實來自於是美國的一個NGO 一個非營利組織 那基本上是從2008年成立的 那當時成立的這個初期呢 也是一個針對於你要說科學研究嘛 那個背景知識而發起的一個專案或是一個計畫 那他想要說的是呢 當時在這邊寫的2008年就已經意識到氣候邊緣這個問題 那是希望呢去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那在那個空間之下 他們就找到說好像如果可以把這個空氣的升溫 或是說這個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控制在350ppm的話 那就可以達到對於人對環境比較好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數字有點抽象的話 可能可以去連結到我們在2015這個巴黎協議所謂的這個 全球升溫要控制在這個世紀2度C 最好是1.5度C這個目標 那其實這樣的目標跟這個350是相對應的 等於是相對應的一個概念 那針對這個議題呢 組織那時候開始在想說 那如果我們想要達到這個目標的話 該從哪裡下手 該怎麼樣去改變 那當時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在講碳白方這件事情 來源最大的一個產業別 也就是能源產業 所以組織希望可以從能源產業下手 試圖去做些改變 試圖去做些調整 那在這空間之下呢 當時從美國開始創立 就開始發跡 延續的到這邊寫的180幾個國家 包括台灣這邊是其中一個據點 是一個夥伴 那講能源或許有點含糊 或許不是很明確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試圖再更深入地去探討說 那如果是能源產業的話 那到底是誰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在這空間之下呢 我們就發覺說 我們其實基本上想要去針對的 想要去探討的就是 畫面這邊寫的化石道產業 那化石道產業這個詞或許很巨大 那其實很多人或許在一些場合 都會看到一些相對應的公司跟企業 那我們這邊在講的其實也蠻多 都是針對於最最最最上游的 等於就是擁有那些 不管是挖礦權或是油田 或是一些煤礦的這個電廠 的一些企業跟公司 那或許圖片中大家可能有看過 像是右上這邊的殼牌 或是剛才提到像BP 都是屬於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能源公司 或是化石燃料產業的 基本上是最上游的角色 那在這個框架之下呢 組織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試圖去影響他們去做個轉型 去做個改變 早期呢 可能就可能跟大家想像得到的是 很多環境團體都會去做的事情 不管是直接現場到這個暗場 這邊是在德國的賀美場 去做阻撓去做抗議的這個階段 那當時就把這樣的運動 稱為獨路運動Blockadia 去試圖讓這些的運作 減緩甚至停工 那當然有些暗場不在內陸 可能是在海邊 像這邊在西雅圖的外港這邊 這個後面的專用平台 即將被這個運製到阿拉斯加 做探勘的石油探勘的動作 那這邊就很多這個華德獨木舟的市民 去路過這個暗場 是阻撓它的前進 試圖去減緩這個案子的發生 甚至可以被它延期取消 那早期在進行這些運動的當中 或許有效或許沒有效 但是大家很快地意識到一件事情 並不是每個人都住在這些暗場旁邊 所以怎麼樣可以去參與這樣的運動 或怎麼樣可以更有效地去讓這些案件 不被發生去促使這些化石量產業轉型 似乎需要一些不同的方式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發現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去找到 或去了解這些暗場 背後的金流是誰 有沒有可能去做改變 有點是接續 剛剛上一位講者說的 金融沒有改變很難改變到世界 那這邊也是 如果金融沒有改變到這些暗場的金流的話 這些暗場勢必還是會發生 只是快跟慢的差別 那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它 並把它截斷的話 那或許有些別的方式 可以做不同的倡議 那也因應這樣的思維 組織在2012開啟的所謂的 測試行動 Divestment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試圖去找到不同的暗場 不同的公司它背後的金流 然後試圖去影響它 那有沒有可能藉此方式 讓這些案件不會發生 而促使一個轉型的可能 那截至今日最近的數據 看到其實全球已經大概有 40兆美元的金額 所謂的撤離的話 實際上是產業 那這樣的一個 你要說努力嗎 來自於很多不同的機構跟產業別 不管是這邊最大眾的 其實是來自於宗教團體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的 來自於宗教團體 去做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其實大家如果仔細想一下 不會覺得太奇怪 如果在場的人有 心樂和宗教的話 那你就會意識到說 其實大部分宗教都是勸人為善 那也都是希望對未來 不管是自己 或是未來的下一代 有一個好的福祉 有一個好的環境 可以去做生存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大部分的宗教 都蠻願意 在理解到這樣的概念之後 去重新檢視自己宗教 不管是募款經驗的一些基金 或是一些其他 如果他們有在做一些投融資的話 是否可以去做一些規範 去做一些限縮 達到這樣的目的 他們都還蠻願意去參與的 所以長久以來 從2012到現在 在執行這樣的任務 最大量的還是來自於宗教機構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像在場這邊的學校 高等教育機構 也有在執行這樣的任務 那同樣的 有如宗教團體 他們都是希望可以 對於不管是在地的社群 社會 整個國家 甚至是國際層面 有一個正面的一個 從學術界的角度 站在這個你要所謂的 歷史正確的一方 去為這樣的一個議題發生 甚至是做些努力 那第三個這邊呢 是一些基金會 那可能是關注於環境議題 也可能是關注於人群議題 那同樣的也是 比較像是一個 試圖讓社會議題被關注 被重視 甚至開始自己執行的 一個身份地位 那第三個呢 不是 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的政府機關 所以其實國際上 越來越多的政府機關 從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試圖用政策的力量 猶如第一位講者所說的 開始鑑定一些機制 去試圖 讓我們納稅的人錢 不要跑路到 所謂的化石燃料產業 繼續加劇汽油變遷 那因應這樣的狀況呢 組織在大約在2017年 做了一個重整 說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有些不同的這個倡議方式 我們到底要幹嘛 到底要怎麼去推進這個議題 那總結呢 基本上大方向還是沒有變 就還是希望可以盡早的 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盡可能轉向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在全球的這個尺度 以致呢可以去對衡 這個氣候變遷的議題 在2050之前 那在這個框架之下呢 基本上我們會走三個分支去做行動 第一個呢 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快速且公平正義的能源轉型 我還希望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那在這個框架之下 其實組織很想去強調的點是因為 它是希望是一個快 但是其實希望是公平正義的 可能大家近期聽到很多 不管是風力也好 不管是太陽能也好 或是其他的綠能 或許也是在用可能過往的一些 化石燃在發展的速度或是尺度 去影響到不管是環境也好 或是人的居住也好 那組織的角度來說 也是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發生 發展綠能是好事 但是有沒有辦法在過程中 對環境跟對人造成的破壞是少的 甚至是可以幫助原本在化石燃上 產生的這些人事物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轉型的機制 那大陸要回想的話 可能會想像之前 台灣的高市公共這邊 在換那個我們的電子系統 這些國道的收費員 他們基本上就是被 時代或是被科技替換的一批人 那有沒有用一個好的機制 可以讓他們下一步 下個階段有好的一個transition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同樣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希望可以發生在 在生理人員的轉型上面 從一個全球時代去看待它 那第二件事情呢 針對於剛剛講到想要去影響的 化石燃上產業的開發案 就希望可以再停止 任何新的開發案的發生 因為剛剛講到 如果要繼續對應氣候變形的問題的話 勢必需要減少碳排放 那如果碳排放最大來源是化石燃上產業 那勢必需要減少他們的 暗場的被興建起來 所以第二個這樣的任務 還是會持續的進行 以組織的角度來說 那第三個呢 就講到我們今天在講的很大的一個重點 怎麼去連結金融工具 政策 行為 到氣候變遷 就必須去證視 怎麼樣可以去減少 蜘蛛化石燃上產業這樣的一個行為 以至於不要讓這些產業 可以被壯大 繼續發展下去 那剛剛講的這麼多的東西 比較多都是偏向於可能 國際的尺度 整個組織的思維在運作 那教練把它拉回到台灣這邊 我們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那跟經驗主義也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台灣這邊 350台灣這裡 是大約在2016年創立 那當時希望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把第三個主題 去怎麼去連結錢 跟氣候變遷這樣的議題 帶入到台灣 甚至可以採取一些行動 試圖從不同的角度 產官懸設都可以做一些努力 試圖做一些改變 那早期呢 我們就開始做一些研究 不管是針對於政府端的一些 所謂的化石燃上補貼 有些稍稍的了解 去了解說到底政府在這個議題上 有做什麼樣的角度去切入 我們剛剛講的是用一些金融的 金管會的角度去做切入 去可能去了解 金融業者是否可以做一些管控機制 那另外一邊 所謂的這邊提到的化石燃上補貼 這樣的一些狀況 不管說我們的郵電費 不管說我們的道路新建費 離島遊船等等等 各種各樣的一些機制跟內容 是否有被顧及到 是否有被重新檢視 有沒有更好的一個重新分配的方法 這都是我們當時在試圖去了解的事情 那除了做研究之外 我們也開始陸陸續續走上街頭 開始跟民眾互動 試圖去跟大眾了解說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議題 到底有多少人在意這個議題 那我相信在座大家或多或少 都會對這事情有些關注有些了解 可是在當時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人對這個概念是缺乏的 甚至我們談到私部門的時候 大家可能對於金融業怎麼去運作 都沒有想像 可能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可能只知道是 我把錢放裡面 我需要領錢的時候可以拿出來就好了 但是銀行這個它的商業模式 跟背後的運作價值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2017年的活動開始的時候 就覺得是不是應該真的讓大家 更有對這件事情有意識 不單只是說對於金融跟企業變遷 甚至對金融本身 都應該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那也因這樣的需求 我們在2018也繼續做很多的向下溝通 跟民眾的互動 用不同的方式 可能是用藝文的 可能是放影片 可能是有搭配唱歌跳舞 還有一些手作 讓大家去了解去連結 剛剛講的氣候變遷問題 怎麼樣在金融業或是金融端去執行 那另外一個可能跟今天的場合非常有關係 就是說我們也希望可以去從 剛剛講的這個在執行 所謂的測試運動的前三大的 之一學校這邊去做切入 去了解說 如果學校有這個所謂的 校務基金的應用的時候 是否可以建立一些比較好的機制 去控管這些錢的應用方向跟方式 也因此我們在2018的時候 有建立一個所謂的校園測試手冊 試圖把這樣的概念讓更多學生知道 然後有一些簡單的12345步驟 讓大家可以試圖去執行 那陸陸續續我們在亞洲間 也有在協助其他夥伴 去做一些倡議的行動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時候 G20會議在日本執行 那日本其實也是在全球數一數的 燃美投資國 那當時的日本夥伴 就希望我們在亞洲其他國家的倡議者 希望可以去蒐集更多的民意 向日本政府說 是不是可以去減少 化成要的投資 尤其針對煤的部分 那當然這可能大家在2019也知道 我們的七油八顆行動 也非常多的場次跟場域在進行 那當然搭配另外一個 可能剛才講到金融的面 另外一段也是能源轉型的部分 那組織這邊本身在2019也 去產出了一個報告 去想像說 如果未來台灣要達到100%再生能源 到底有沒有物理性的可能 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地 有沒有足夠的陽光 有沒有足夠的風 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針對這個議題 有寫這樣的報告也都在我們的網站上 歡迎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持續的 剛剛產出了這個手冊之後 我們也在陸陸續續跟不同的學校 從北 從中 到南 都有跟學校合作 去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議題到底是什麼 那是不是有可能 大家可以把這個議題 帶入自己的學校去做探討 去做研究 甚至是讓學校的這個行政機關 有所改變 那也很高興的這個在 其實在這邊 在台大這邊 也在一年多前 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讓台大的這個校務精 重新的被檢視 甚至也在組織的 USL報告中被納入進去 成為一個 其中一個條目 需要去做檢視的 那我們也把這樣的過程 把它記錄了下來 那持續的 不單只是學校這邊 我們也陸陸續續的 跟社會大眾去做溝通 去讓大家了解這個議題 到底是什麼 大家可以如何用自己的力量 去跟自己的金融單位溝通 去促使自己的金融單位 去做些改變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的發展了 不同的連署商業的機制 不管是個人的連署 或者是組織的連署 都是希望我們可以用來 跟金融單位溝通的時候 讓他們知道 其實這個事情 有民眾是在意的 我們大家是希望可以從 自己的角度 或是從自己組織的角度 去跟不同的金融單位溝通 去慢慢開始重新思考 有這樣的需求 不單只是 可能剛才前面在講的這些 國際上的 不管是COPE 不管是政府機關 其實民眾也開在意這個議題 那作為一個金融業者 作為一個企業 他要去呼應到消費者需求的時候 他就會去做這樣的改變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看到 不管是在2009年開始的玉山 後來的國泰到今年的富邦 都有在做相對應的一些政策調整 針對於燃煤的投資 燃煤電廠的投資 有做一個秉除的動作 那陸陸續續我們也希望看到 更多這樣的企業加入這樣的行動 那希望就可以更快地執行到 我們剛才上次在講的各個的 不管是ESG的目標 或是TCFD的光額 那最後這邊就是 我們有組織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 謝謝Martin的分享 請Martin留步 然後也請主持人 與各位語談的貴賓呢 上台就坐 這邊 sätt擺吧 臓接著 dining 一断 繞 非常感謝三位講者精彩的分享 剛才我們也聽到針對金融面 尤其是資金的移動 其實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在線上其實已經有一些我們線上的好朋友提出了一些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我覺得非常有趣 它提到是說企業的CSR報告書 接下來我們講ESG永續報告書 目前並非強制性繳交 針對這個票率的問題日益嚴重 我們有什麼機制跟數據化的評斷標準 得以防止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剛才局長其實有提到 就是今年底我們會有一個年報的相關的編制規範 但我想要請教大家 就是請教三位講者 就是第一個針對這個票率 或者說現在還有這個票彩虹 票各式各樣的永續議題 那將來我們對這個資訊的評鑑 或者是說除了這個第三方認證之外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去辨別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也非常重要的議題 就是在這個資訊揭露上 就是今年的剛才我們講說 我有提到說COP今年有三大結論 第三大結論剛才沒有說 其實很重要的是國家自主貢獻的頻率 過去是從五年一次檢視 那現在是今年沒有提出來的 會要求明年要補考 那之後呢就是會變從五年變成兩年 就是檢視的這個速度會變快 那將來我們對於這一些企業 或者是各個組織提出來的這些願景 它的時間點我們應該要去怎麼檢視 那特別請教局長的是 假設譬如說這個企業提出來 就是它的一個2050的進程 但是到了時間點沒有達成 我們會有罰則嗎 那我們其他的stakeholder 可以怎麼樣來檢視 這個部分我們是請這個局長 先來回應一下 謝謝 好 我先簡單的說明一下 剛才我們王總編所講到的 這個所謂的我們在漂綠的動作 或者這邊的規管方式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們現在 我們大概今年的7月的時候 我們就發布給我們的投信基金 如果你花了基金 你標示自己是ESG的基金 是真的嗎 到底是漂綠 漂藍 不知道漂什麼 Anyway 就是它的含金的存量到底如何 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今年7月所發布的那個含令 讓所有投信業者 你花了每檔基金 如果你標示你是ESG基金的話 不好意思 我從現在開始 新的基金我一定審查 我阻擋審查 看你的ESG我們有讓業者或公會去轉達 你要揭露到什麼程度 當你當你案子到我們金管會的時候 每檔基金我們每一個同仁會要審查的 那如果你揭露得不確實 那如果你揭露得不確實 也就是說你這檔基金不是所謂的 你也許率的60% 70%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第60%的話 我們就對你這種ESG的這種名詞 掛在你的公開說明書是不適當的 所以你案子根本不會出去 好 那大家回想 那如果這檔基金早在7月以前就發布出去了怎麼辦 好 我們就要求你 6個月內也就是明年的1月份 你必須把你的公開說明書更正 到底是不是ESG 你要標示清楚 不能夠讓人家榆木混珠的方式 讓人家模糊聚焦的據點 這個是我們今年所採取的行動 當然我們明年的6月 我們還有第一波對基金公司 自己的ESG的政策策略 我們要求讓它揭露出來 讓外界來共同來檢視它 那至於剛才有說會不會處罰等等 這個行令出去之後 我剛才有提到 第一波我們是要求你後面再進來的基金 要符合ESG的名詞的話 你的內容含金量要足夠 那我給你6個月的時間 到明年的1月 讓你更正 已經畫出去要更正 那後面呢 你來大概不會通過了 如果你是有一點 剛才講的 漂綠的動作大概不會通過 那我要再進一步解釋就是說 我們對於漂綠這個話題 其實在金管會本會裡頭 就有一個所謂的我們的 所謂的永類分類標準 分類標準 這種永續分類標準 當然現在只有針對建設業 不動產還有建築業 以及運輸跟倉儲這三個行業 有幫它定義出來 那會不會擴大 我想先從三個業的產業的狀況 我們再來看 要不要再擴大到其他產業去 但是看起來這個擴大 看起來是勢必要的 因為還有很多的行業 它的這種所謂的 對氣候的影響 是有很大的衝擊 那說起來我們的整個政策 我剛才在休息室的時候 有跟主持人特別提到 說不定我們明年會有進一步的 所謂的綠色金融1.0已經實施了 那現在發布的是綠色金融2.0 我想很快的也許有 綠色金融3.0產製出來 到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國家政府政策 在這種氣候變遷的部分 我們的琢磨的重點 先簡單說說明 好 謝謝局長 那同樣的問題來請教這個 一話董事長 就是除了這個票率 國際上我們是怎麼樣看 那當然你們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 作為這個第三方認證機構的 法官的執行者之一 那我想要把這個票率的這個問題 就結合我們這個讀者他們 觀眾提出來的第三個問題 就是氣候相關投資組合 它的風險值要怎麼樣去衡量 然後這一些氣候相關的資產 我們有辦法給他做一個定價嗎 就是一個是票率的問題 假設沒有票率的問題 那氣候的風險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衡量 還有資產可以怎麼樣定價 我們來請教一話董事長 謝謝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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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關於 他有沒有 第一個他有沒有做出承諾 第二個他如何去達成他的承諾 第三個就是他有沒有達成承諾 那這麼多厲害關西人裡面 剛才張局長講了這個主管機關的部分 那現在剛才有提到很多金融業 不管是銀行或者是投資人 他們在放款或者是他們在投資的時候 他們也會特別去注意這一家公司 他的EAG表現 所以銀行他會有他自己的一些評估機制 當然這些評估機制可能也包括了 請第三方查證業者來幫銀行 或者是投資人來看這一家公司 他所揭露的EAG的資訊 到底是不是適當的 那再來就是客戶他也會要求 他的供應商要有相關資訊的揭露 那客戶在看EAG資訊的揭露 他一樣他也會注意 今天我的供應商 他給我的這個淨領承諾 因為我自己品牌大客戶 有我的減碳的壓力 所以我要求我的供應商要一起跟我減 如果你沒有減到跟我一樣的程度 那我可能就不會再下單給你 所以品牌客戶對於供應商 一樣也有他的一些集合的機制 不管是品牌客戶自己對供應商集合 或者是品牌客戶請第三方查證機構 來對這樣子的一個供應商做集合 那社會大眾 其實或者是像我們的員工 他其實也會關注 就是從企業的公開資訊來關注 那如果企業沒有履行他的承諾的話 我想現在社會大眾發聲的管道非常的多 一定都可以引起企業的這個注意 所以我想大概 資訊揭露票率的話題我大概先分享到這裡 從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都在關注企業這件事情 那講到氣候相關投資組合風險 只要怎麼樣客觀衡量以及他的指標跟定價 我想這個議題他其實非常的大 那他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 因為不同的投資機構 他對A企業本身的風險 到底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五 這五個等級 大家其實都有不一樣的評斷標準 比如說現在就有很多EAG的評比機構 他在同樣評一家企業的時候 有一些評比公司 他特別注重他的這個公司治理的表現 有一些評比公司 特別注重過去的績效 有一些評比公司 特別注重未來的規劃 以及他的政策的這個擬定 以及他的資訊的透明性 所以本來這個就會依據不同的這個投資人 或金融機構 他對不同的部位Portfolio 他會有不同的這個風險的定義 跟風險的排序 所以我想客觀這件事情 可能還是回到各個這個評比機構 他想要的是什麼 他關注的是什麼 他就有他自己的這個評比的結果 那這樣子的評比的後續 可能就會是他的氣候相關資產 如何定價的這個問題 那我想這個定價的問題 也是會回到各個投資人 他願意花多少錢買這家公司 以前在還沒有EAG 或者是減碳的這個議題之下 投資人我要不要投資這家公司 我可能會看這家公司的 他的所在的這個國家 相對應的經濟貿易法規 是不是具彈性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可以促進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這個企業他有沒有相對應的這個人才 跟他未來市場產品的發展的潛力等等的 那現在有這個低碳轉型的大趨勢 我想一樣投資人他在對這個他的投資 在做定價的時候 他也會看每一個國家他的碳的這個低碳的 低碳的積極程度 他的這個低碳產品的這個市場的接受度 以及相對應的低碳的這個人才 到底足不足夠等等的 我想這個還是會回到每一個這個金融業 他對特定企業 他原來看的這些面向 他會有不同的定義 不同的這個等級 然後就會得出他不同的pricing的model 我想大概會是這樣的一個運作 好 謝謝一話董事長 那我覺得延續這個議題 同樣是在談這個票率 那今年當然這個在350的協助之下 我覺得台大的撤資其實達到一定程度的效果 今年的這個六月份的股東會旺季 台塑就宣布了他們2025年要停產一次性的這個塑膠 那當然這個從時間點來看這個 從化石燃料產業測資的這個效果是存在的 但是我也蠻好奇的 除了這個想要請教Martin 你們怎麼看票率這個問題 我也想要來請教就是 在要求或者是說呼籲測資上 那到底這個化石或者說石化產業 這些企業譬如說它的營收 要佔到石化產業的多少 譬如說5%還是50% 你們才會去name這個公司說希望大家測資嗎 好 那其實我們所在講這個議題其實 會拿一個很簡單的比喻在看待它 應該在場可能不管自己有嘗試過 或是朋友認識的應該都有做過這件事情 叫做減肥 就是你今天要減肥 基本上就是要減少你卡路里 那你要減少你卡路里的熱量攝取的時候 你有兩種方式 你要嘛你今天吃少一點 就不要吃那些造成高考力的 鹹酥雞珍珠奶茶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你可能會去運動 上瑜伽課 報名精神課 然後去做跑步等等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整體來說 你的卡路里每天都應該是要是減少的 都是要負的 你如果吃多少 你應該可能要把它跑更多 把它跑掉 那我們同樣的基準去看金融業也是一樣的狀況 大家可能在 不管是外牆上公車上捷運站 都有各種的這個金融都會在說 他們在哪裡投資的再生能源 投資多少低碳能源這樣的一些行為跟行動 那從組織的角度再看待這件事情 絕對是好的 絕對是一個好的事情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在另外一端 看不到的是 他們在可能同樣的地方 或在不同的地方 同樣有在注入一些 或什麼樣的產業的投資 它可能在越南 可能在東歐 可能在別的地方 都有在進行 不管是石油探勘挖礦 或是石油專策等等等等 這樣的行為跟行動 那這個東西是不會被拿出來講的 那我們想要去探討就是說 剛才講要漂綠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有多少事情 是擺出來讓消費者知道說 我們都做得非常的好 就好像你今天你朋友跟你說 我今天我剛跑到操場跑到五圈 然後說好 那我們等一下去吃鹹酥雞吧 那你吃鹹酥雞那個熱量 有沒有高於你跑掉的熱量 不知道 因為這可能就牽扯到 剛才講的這個透明度的事情 因為你根本沒有揭露 我們只揭露我們做好的事情 沒有揭露好像做的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所以對於組織來說 在看待這個議題 就會希望可以把這樣的事情 陸陸續續的讓消費者 或者讓這個主管機關去製造這樣的狀況 那相對應他就需要一些標準 那剛才也問到標準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跟金融單位溝通的時候 就會希望把這些標準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國際上都有各式各樣的標準 跟方式來去做檢視 來去做篩檢 不管是我們可能有聽過 像負面篩選的方式 就是我們直接列一個表 把一些不好的 或是我們覺得 所謂的化石量高碳排的產業 全部列出來 跟全球有1200大的 鎂石油天然氣產業別 或是暗場 那希望金融單位去有所避免 不管是在哪一種金融產品之下 載券基金 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可能是用剛剛提到的 是趴數的部分 可能一家一企業 因為它在做發展的時候 它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營收 來自於化石量產業 可能我今天我家公司做機械的 我專門產齒輪 可是我這個齒輪是賣給誰 我是賣給電動車嗎 還是賣給鑽油機台 那在這個框之下 它就會必須備受檢視 那金融業在檢視它的時候 可能就會把它列入為 拒絕往來乎 那因為它的營收 大部分的齒輪 是賣給化石量產業別的 而用這樣的一些基準別 去判斷說 是否將是需要做一個調整 在投融資或是其他的一些 金融合作上面 那最後的部分是 我們自己組織也在從 剛剛有講到第三方的角度 試圖去做一些相對應的評比 可以讓不單只是金融業者 接下來是可以讓消費者看到說 如果我們用一些 比較簡單的敘述方式 去評判說 在剛剛講到這個業界 台灣的金融業者 去比較說 他們在針對這個議題 實際上有做些什麼樣的規範 跟目前做到努力到什麼程度 用一個簡單的評分評評 機制 讓大家知道的時候 或許可以讓更多人 可以去 一來重視這個議題 二來可以讓 金融業者可以互相去 檢視這個事情 那這個就 我們接下來會在可能 差不多年底 年底或是明年初 會去做這樣的一個出版 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Martin 所以我們年底 已經有兩件事情 可以期待 一個是這個 新的年報準則 一個是這個 350這邊 他們可能可以來做一個 第三方評比的 一個相關資訊 那不管是 這兩個 其實都牽涉到這個 資訊揭露 還有透明度的問題 那剛好我們的這個 線上的朋友 有提出這個 第五題 就是提到說 企業在做這個 TCFD 或導入TCFD 會需要 不同的部會 提供各式各樣的資料 像是 用水用電 或者是 再生能源 那才有可能去做好 這個相關的財務評估 那就 請教這個局長 就是 我們有沒有計畫 把整個TCFD的 各部會的資料 整合成一個平台 那發了這個問題 就是 我也很好奇 就是 將來如果這個 企業的年報 是 要去做相關的 揭露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 TCFD很重要的是 這個情境的模擬 那到底 現在譬如說 現在STB 它已經規定就是 超過兩度C的 這個模擬的數字 它是不接受的 所以如果這個企業 用不同的 情境模擬 結果得出來的 大家都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處理 請局長 我想這個問題 應該很多人都很關心 這個有點是 類似TCFD也好 或者其他類似的 ESG的這種 我們能不能建構一個 永續發展的資料庫平台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 那這個部分 其實在我們本會 金管會這邊 已經有第一個專案在進行中 那我們的了解 本會有跟金融業者 了解目前 你這些氣候變遷 相關環境的話題裡頭 你的資料藍眼的需求是什麼 那藍眼有哪些方向 也透過了科技部 環保署等等這些政府單位 去整合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不小的工程 因為已經跨部位去了 所以目前還在努力當中 但至少我們眼前可以看到的 我剛才有提過 我們的年報編制準則 那因為明年開始 所有的上市部位公司 公開發行公司都要年報 那這個資料 就慢慢會在這裡頭累積的 那裡頭的很多事項 我剛才有特別提到 我們會有一個指引範例 讓公司來參考 可能哪些事項要怎麼寫法 避免大家有一點各說各道 自己講自己的方式 這可能到時候 資料會分散出去 所以到時候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證交所這邊 會架設一個所謂的ESG的資料平台 把這些年報 涉及到TCFD的資訊 將來整合出來 在我們的網站上 可以把它揭露出來 那大家一起來看看 同樣的做半導體事業 你揭露什麼 別人又揭露什麼 這是有可比較性的 所以很快就 我覺得答案很快就會見下 因為將來在年報裡面揭露之後 然後證交所在一個平台 讓大家資訊在那邊揭露 同時我們也要求證交所 你要對年報進行了解清查 也就是說到底這些公司 在年報的資訊的揭露 到底是隨便寫呢 還是真有其事 你可能要一家一家去清查 清查出來之後 讓社會媒體了解 到底我們國內目前的資訊庫 在目前的低部證狀況的話 我們在年報的編制狀況 或揭露狀況 因為年報裡頭 有很多事項是要求你 你要揭露 那如果你做不到 因為你根本沒有數字 那你就要去檢視為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 是對所有公司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點 我們在所謂的聯真中心這邊 也有一個工作給他們正在處理中 就是說對綠色的壽性 或者永續績效連結的壽性 這部分 它在明年的第一季 大概第一季就會對外來公開 那這些資訊 其實它有很多東西 除了食物的運作之外 它還要連結一些像經濟部水利署 或者是能源署 還有一些NIT的標章等等 內政部的綠色建材 還有環保署的減碳的這些相關的標章資料 以及我們對於現在目前的永續發展 在我們的國發會這邊 有一個永續發展獎章的這些資料 慢慢的這些名單或資料都要提供出來 把它連結 那當然我們現在 現在我現在所看到去查的結果 目前大概只有環保署的那個 所謂的拆滑資料 以及內政部的勞工的這種 退休金的資料狀況 但是後面隨著時間經過 我們會把資料庫慢慢累積出來之後 也可以提供給外界來做參考 大概一樣的說明 好 謝謝局長 那因為我們這個論壇的 這個場次的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最後我還是想要請這個Martin 代表我們社會大眾還有NGO 來許願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 將來這個整合性的ESG資料庫裡面 還應該要有一些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其實像這些資訊其實都存在 那我們其實在跟很多金融業交測的過程當中 陸陸續都聽到很多一些 我覺得應該讓更多大眾知道的一些內容 那只是變成說 當這些內容被釋出來的時候 是否是一般消費者可以用來評判做基準的一個決策工具 跟一些評判標準 我覺得其實實在是大家去思考的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在跟很多大眾在溝通的時候 包括像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話 你為什麼會辦那張信用卡 是你的公司需要你辦這個信用卡 才可以匯給你的薪水嗎 還是因為他心理善看電影半價 就是大家現在在使用金融服務的那個需求點跟要求 到底是什麼 那這些需求點跟要求 能不能呼應到今天在講的主題跟經營談判有關係 那那樣的資訊 怎麼樣可以被釋出來在這些平台上面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大家可能接下去要去思考點 而不是放很多或許很專業的術語 可是其實一般消費者沒有辦法做一個評判標準 那就很難發揮市場的力量去導向 我們想要看到的一個未來 Martin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很多的數據出來之後 還要大家能夠看得懂 那我相信這個 就是將來一化董事長 還有他的支撐團隊 一定可以給大家非常好的服務 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找他們 那非常感謝大家這個場次的收聽 謝謝 謝謝各位貴賓帶來精采的語談 感谢观看